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你同在 与你同心 与你同行 主啊 照亮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教导我们你的诫命 帮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 从心里承认你 歌颂赞美你至圣的名 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 我来为大家念几节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1节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利 奉上帝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为家的一个人 名叫耶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 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上帝面前已经猛恩了 你要怀孕圣子 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第三十四节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领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 因此所要圣的圣者 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样的说法 不是所有人 都拥有相同的机会 这是一句人们常用 说给拥有特权的人 要他们好好珍惜这个特权 玛利亚没有想到 她会拥有其他年人 无法获得的特权 那就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 当她自我审查时 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一个来自拿撒勒 一座小城市的童尼 能够在不和男人 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怀孕 更难理解的是 圣灵怎样让她怀孕圣子 以利沙白晚年怀孕的事件 在就业里也曾经发生在 萨拉的身上 但从来没有同女怀孕的事件 因此玛利亚心存以利 她一想到这些未婚生子的后果 肯定会心慌 天使还没有像耶稣 玛利亚的未婚夫说明之前 耶稣想要和玛利亚断绝关系 另外根据律法 发生婚外关系的刑罚 就是用舌头打死 天使加百利对玛利亚说 不要怕 剩下弥撒亚是在上帝面前 蒙福的人 在当时 妇女们都想成为 所应许的弥撒亚的母亲 天使加百利 在伊利沙白怀孕六个月后 才去见玛利亚 当天使告诉她 不能生育的伊利沙白 已经怀孕六个月 玛利亚便坚信 天使加百利所说的话 确实会发生 跟撒加利亚不同的是 玛利亚没有继续怀疑 而是学习相信上帝 玛利亚在第38节说 我是你的使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身为上帝的子女 我们也拥有 服侍上帝的特权 我们必须要精泽地 执行这项服侍 虽然在服侍当中 肯定会面对和出现 各种的挑战 但是我们仍然 必须完全顺从地 服侍上帝 你有没有意识到 上帝所赐给你的服侍特权 你有没有拥有一个 仆人的心态 全心全意地 服从上帝的旨意 让我们好好自我生产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爱的上帝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特权 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 称你为阿爸父 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特权 感谢你给我们机会 能服侍你 我们知道 不是所有人 都能拥有这个机会 主啊 我们要好好珍惜 你给我们的机会 愿 所有的荣耀和颂赞 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 阿们 各位子弟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下次见 愿主与我们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